美国中院议长选举真的创下了百年空前僵局 昨天Focus的时候说三轮选不出来 现在变成六轮投票还是选不出来 微弱多数共和党党团领袖麦卡锡 还是拿不到过半门槛的210张票 跑票的都是他自己的同党人 在私下协商当中 麦卡锡已经答应了这些关键少数跟他提出的要求 但是呢 他的回答不能够让共和党极右翼的自由党团满意 他们另外提名一个非议的年轻众议员参选议长 这是麦卡锡为什么票越选越少的原因 台北时间1月5日凌晨 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的最新进度是没有进度 在众议院取得微弱多数222席的共和党闹内讧 与前总统川普合作愉快的议长候选人 加州众议员麦卡锡就是无法拿到218票当选议长 民主党人全数投给自家议员杰弗里斯 跑票都发生在共和党内部 书记官换了衣服不断地换句话说 结果还是没有议长 原本该从1月3日开始任期的美国众议员们 也无法宣誓就职 当然所有议案和预算审议都跟着搁置 与川普更加亲近的共和党极右翼自由党团 不满麦卡锡面对民主党太温和 就算麦卡锡以默默搬进议长办公室 仍坚持挡架 拜登觉得丢脸 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表示担忧 佩洛西明白议长在众议院 寒水会结冻的重要性 掌握立法议程 安排预算案审议顺序 不仅侨试协商议事规则 权力够大 若有意外 众议院议长继任美国总统的顺位 可是仅次于副总统 民主党众议院党团剪刀枪 痛批共和党制造混乱 上次美国众议院宣布出议长 已是1923年 经历九次投票 才选出共和党籍议长 跑票反对迈卡锡的共和党众议员 提出诸多较极端或有利前总统川普的要求 包括建立委员会调查FBI和司法部 禁止众议院雇员组工会 容许经投票让政府官员薪水归零等等 据说迈卡锡都以私下同意 但依然换不到议长大位 就连川普私下协调都瞧不动 出生在纽约 现年44岁的佛州众议员唐纳兹 被拱出来 成为吸走关键少数选票的议长候选人 意外成为工具人 他心知肚明 但他也道出了党团内协商不成的关键因素 但若任何一位众议员提名就能发动罢免议长投票 不仅未来任何人当上议长都难坐稳大位 议程也很容易被耽误 麦卡锡若让步就是开大门 方便党内保守派随时逼他下台 对民主党而言 若意外冒出一个比麦卡锡更中立温和的共和党议长 以后方便瞧事情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父辈受敌的麦卡锡仍然不想放弃 无法意识可不是小问题 自己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 尽管美国史上众院议长投票最高记录 1855年的133次还没被打破 但浪费国家资源一定会失去民意 美国众议院目前暂时休会 预计台湾时间1月6日上午再次投票选议长 TVBS新闻综合报道